红叶的季节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小叶家有一个叫储藏室的小房间 那是一个朝北的昏暗的房间 里头堆着一大堆被褥 客人用的浴衣 只有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光秃秃的灯泡 是一个昏暗的仓房 小叶偶尔会睡在那里 小叶什么时候睡在储藏室里呢 就是保温泉来了好多客人 铺着席子的房间都住满了 而且还有拒绝不了的客人的时候 每当这时 奶奶就会跑到小叶的房间 小声说 小叶 对不起 今天晚上睡到储藏室里去 于是 小叶就抱着自己的被子 杂志和娃娃 转移到储藏室去 腾出来的小叶的房间让给客人住 小叶喜欢在储藏室里睡觉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保温泉客满 不管是哪一个房间都亮着灯 旅馆里充满了温泉的味道 有好多大婶会来帮忙 厨房里忙成一团 从像洞穴一样的储藏室里 看着家里忙成一团 心里好快乐 没多久 就从远远的厨房 飘来了主菜 有炸海鲜的香味 小叶会跑进厨房 跑到正在炸海鲜的爸爸身边 要一块刚炸好的香菇 一边呼呼地吹着一边吃 保温泉客满一般都是叶子绿了的季节 或是叶子红了的季节 叶子红的时候天冷 每一个房间都放上了被炉 小叶总是惦记着在自己那铺着红被子的被炉边上取暖的人 什么样的客人住在了我的房间里呢 这样想着 小叶就从储藏室里走进走廊 朝面对中庭的自己的房间里看去 一般不是一个人旅行的老头 就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可是有一回 一个穿着红色和服的可爱的小女孩 正坐在小叶房间的被炉前面取暖 大概有四五岁吧 小女孩留着娃娃一样的刘海 是一个皮肤白白的孩子 正在看着中庭 听到小叶的脚步声就扭过头来笑了 小叶进不住也笑了 啊 太好了 小叶想 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孩睡在我的房间里 从哪里来的 小叶站在拉门那里问道 女孩说了一个小叶不知道的地名 虽然没有听说过 小叶还是点了点头 这要问 你妈妈呢 一个女人脚贴着地面 从走廊里轻轻地跑了过来 呀 好冷啊 今年的冬天来得好早呀 一边说 一边走进了小叶的房间 虽然穿着保温泉的茶色的宽袖棉袍 但这个人皮肤也是白白的 不像是这一代的女人 小叶想 女人冲小叶挥挥手 说 来和这孩子玩玩吧 是一个清脆动听的声音 小叶点点头 走进自己的房间 像一个客人一样走进自己的房间 这种感觉好奇怪 这是我的房间哟 小叶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叫出来 她坐到了小女孩的边上 翻起花绳 叠起纸来 没有多一会儿 那小女孩就和小叶亲热起来 嚷着今天晚上要和姐姐一起睡了 真的 今天晚上我睡在储藏室里呀 一边这样说 小叶一边想 让客人的孩子睡在储藏室里行吗 可想不到 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却满不在乎 一边笑一边点头 那你就和姐姐一起去那里睡吧 仅仅是在储藏室那昏暗的灯光下 并排铺上两条被褥 小叶的心就热了起来 突然 她好像有了一个妹妹似的 就好像和妹妹两个人钻进了一个小小的 暖暖的洞里似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有这么多棉座店啊 小女孩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说 小叶点点头解释说 这是夏天的棉座店 保温泉夏天的棉座店 全都是百合花的图案 冬天的棉座店 全是红叶的图案 于是 小女孩好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似的 说出了这样的话 山里的百合花 现在只剩下了根 正在土里睡觉呢 然后 又说出了这样的话 山顶的红叶变红变黄了 全都落下来了呀 红叶一边笑 一边往下落 然后掉到了山谷里 又一边笑 一边顺顺流走了 熄了灯 在漆黑的储藏室里 和小女孩两个人并排 躺到枕头上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小叶的眼睛 能看到在山里的土里 沉睡的百合的白色块根了 小叶的耳朵 能听到飘落的红叶的笑声了 小叶闭上了眼睛 起风了 储藏室的防雨窗 咔哒咔哒地响了起来 啊 山顶的红叶飘落了 飘落了 小叶想 浓红 淡红 以及黄色和茶色的树叶 落到了黑色的土地上 像和服的花样 太美了 小叶情不自禁地嘟囔道 嗯 太美了 小女孩也那么闭着眼睛说 然后就挨近了小叶 说出了这样的话 告诉你一个秘密 下回捡起一片被水冲来的红叶 翻过来看一看 那上面写着信呢 是谁写的信 山兔 山兔喜欢写信 一边说着这样的话 小叶和小女孩一边拉起了手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睡得迷迷糊糊 正是半夜几点呢 啪哒啪哒 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小叶醒了 那个声音是从黑暗的储藏室里头发出来的 谁 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又竖起了耳朵 小叶吃了一惊 那是织布的声音 谁 奶奶 小叶冲着储藏室的里头叫道 储藏室的里头 有一架奶奶过去用的重重的木头织布机 一直到小叶三四岁的时候 奶奶还用这架织布机织棉布 而且还用自己织的布缝合符或是被子 织布是一件需要毅力的有意思的工作啊 虽然奶奶还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可现在厨房的工作忙成这样 哪还有空织布 不用的织布机上积了薄薄的一层灰 小叶常常坐在他前面 心想什么时候自己也学一学织布 可是脚还够不到 到底是谁在黑暗中使用这架重重的织布机呢 谁 谁 小叶像是被拉到了梦里似的 小声的一遍遍的问 可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又听到了一台织布机的声音 咚啪哒 咚啪哒 从远远的地方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啊 邻居也在织布 小叶想 说是邻居 可那是在田野的另一头啊 那里有一座分校老师的房子 而那里确实有一架古老的织布机 可是 不对啊 怎么能听到那么远的房子里的织布机的声音呢 小叶想 这时 又听到了另外一架织布机的声音 这回 是从东面传来的 小叶想 那是猎人小太郎家 小太郎家也有一架古老的纺织机 可自从老奶奶去世以后 就再也没有用过 和小叶家里的一样 应该也是积满了灰 然后 他竖起耳朵一听 从西面 从北面 也传来了织布机的声音 好多架织布机的声音交织到了一起 渐渐的变大了 小叶不由的闭上了眼睛 一闭上眼睛 啪哒啪哒 这回听到了一架非常小的织布机的声音 啪啦啪啦 还听到了一架更小的织布机的声音 啊 小叶想 那是狐狸家的织布机的声音 这是田鼠家的织布机的声音 大山里所有房子里的古老的织布机 都突然转了起来 那声音 小叶现在全都能够听到了 不好 我的耳朵好像变成兔子的耳朵了 小叶想 是因为风的缘故 我才能够听到这么远的声音吧 小叶又想 也许是风把声音送来的 也许是变成了风的小叶的妈妈 把遥远的声音送到了小叶的耳朵里 可是 到底是谁在织布呢 为什么偏偏是在今天夜里 而且 是在这样的深夜里一起织布 谁 小叶冲着储藏室的里头 又喊了一遍 想不到 这回传来了大应声 我是红叶的精灵呀 在织山顶的红叶呀 一个清脆动人的声音 像唱歌一样的回答道 是睡在小叶房间里的那位阿姨的声音 啊 是这样啊 小叶一个人重重的点点头 那位阿姨是红叶的精灵啊 小叶彻底明白了 远处响起了风声 加在那风声里的是另外一个声音 我是红叶的精灵呀 在织山谷的红叶呀 然后 是啪哒啪哒的声音 很快 熄灭又响起了同样的歌声 我是红叶的精灵呀 在织山脚的红叶呀 啊 小叶想 有好多红叶的精灵呢 这么多红叶的精灵 一起钻进山里有织布机的人家来工作 彻夜不眠的织红叶 这样想着 无数架织布机的声音 和小叶心中的声音汇集到了一起 小叶的身体热乎乎的 不知不觉又沉沉睡去了 当储藏室被早上的阳光照得蒙蒙亮时 小叶突然醒了过来 枕边的闹钟直向五点半了 真冷啊 一边想 一边朝身边的被子看去 小叶吃了一惊 小女孩的被子里是空的 而且 储藏室里没有别人 里头奶奶那家织布机 也只是蒙着薄薄的一层灰立在那里 小叶想 我不是在夜里做梦了吧 爬起来走到走廊一看 柱子上的灯还亮着 静悄悄的 那孩子一定是回到妈妈那里去了 走廊里嘎吱嘎吱地响起了小步声 小叶走到自己的房间前面 小孩子到底还是要找妈妈啊 他想 可是 小叶房间的拉门大开着 里头一个人也没有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红色的被炉和昨天一样放在房间中央 去温泉了吧 留在保温泉的客人常常会一大早去洗温泉 小叶在走廊拐了一个弯 想从厨房那里下到温泉去 厨房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 奶奶已经在洗东西了 小叶轻轻地打开厨房的门 问 昨天晚上住在我房间里的客人呢 奶奶回过头来说 啊 那客人好像天亮之前就已经走了 然后他突然压低了声音说 被炉上放着好多漂亮的红叶 是打算当做住宿费吧 那么说没付钱就走了吗 奶奶笑着点点头 那客人也许是红叶的精灵呢 奶奶嘟囔道 啊 果然是这样 小叶想 只听奶奶快乐地说 这会儿 红叶的精灵可忙了 必须抓紧时间从山上到山下铺满红叶 因为天冷了 不能带着孩子舒舒服服洗温泉了 啊 所以才有奶奶的织布机织红叶 哎呀 这我可不知道呀 昨天 织布机的声音响了一个晚上 可响了 咚啪哒 咚啪哒 整个大山里的人家的织布机都响起来了 说完了 小叶想 红叶母女又去哪里了呢 于是 那为拉着小女孩的手 朝山下跑去的阿姨的身影 就浮现在了眼前 好 啪哒 好 好了 好 误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